今年2月,香港教育局草拟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,集中要求小学生学习香港国安法的内容以及当中的四项罪名。 上周四,在首个所谓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,一些幼儿园学校举办所谓爱国主题教育活动,一笔人士认为这是强迫全民参与的文革升级版。 去年流亡英国的联农画家Auto说,国安法实施后,香港人会因为一句话而坐牢,但最令人担忧的还是孩子的教育。 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研究员江明燕认为,国安法实施后,民主人士被判刑、被噤声、流亡海外造成言论真空。 在香港的这个议题上面,好像出现了一个权势空间的真空,让香港人自己没办法及时的去权势自己的民主运动权重。 中共就借着这个机会去释放一些假消息、假新闻,其实也是某种政治作战的方式来对付香港人。 这也是一个反民主的论述宣传。 周日新闻报道,他往海外的香港民主化人士开始跨越国界,发行如水杂志。 江明燕观察,拥有数十年自由根基的香港,特别经过反送中运动洗礼,中午将国内洗脑教育那一套用在香港,未必能改变得了人心。 新唐记者林陈欣,易如,刘芳采访报道。